这个就是武汉的特色小吃,面窝 它是由黄豆和大米,按1比3.2磨成姜 然后加上姜、葱、胡椒等佐料油炸而成 吃起来有一种豆子和大米的香味 在武汉最受欢迎的过早品种系列中 超过了油条和油品 仅次于热干面和米粉 销量排在了第三位 大多数武汉男士过早的标配 就是一碗热干面,两个面污,配一碗淡酒 吃的时候是先把热干面搅拌均匀 吃两口热干面后,再吃一口面污 再喝一口淡酒 你会觉得层齿留香,幸福满足 这是我今天做的早餐 热干面,豆浆和面污 武汉在华中的腹地 是一个中心的城市 过去陆路、水路、交通发达 南来的、北往的都在这里汇聚 形成了多种多样的饮食文化 北方用面粉做的饺子、包子、油条、馒头 这里都有 南方用米磨成粉做的米粉、米糕、面窝 用糯米做的瓷巴、酥饺 也比较普遍 下面我就把制作面窝的详细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你要准备两个这样砸面窝的勺子 和一个这样专用的加钱 我这都是从国内带过来的 在国内的时候是在淘宝网上买的 公寓上其四 必先利其妻 没有工具 就没办法做 买的时候尽量买大号的 这样使用起来方便操作一些 黄豆和大米的比例在1比3.2左右 需前一天晚上用清水浸泡 这是泡了一碗上的米和黄豆 我们要把坏的豆子给它剪出来 然后再用清水洗两遍 然后再把它装进料理机 然后加水 没过米和黄豆 水不要超过一公分 将姜去皮切成薄片 也放入料理机中 一起打碎 这样就吃不出来了 姜打好后 我们加入适量的盐 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 再切一点小葱花 小葱花要切得碎一点 葱花也倒进米浆中 混合均匀 米浆制作好后 就可以开始炸面窝了 锅中倒入金链的菜籽油 金链的菜籽油 比压榨的菜籽油 要耐高温 面窝上想点缀一点黑芝麻的 可以准备一点黑芝麻 把油烧热 把炸面窝的勺放进油里 一起加热 勺子的温度高了 等会儿炸面窝才容易脱模 这和我们平时用锅 把锅加热了 就不会粘锅的道理 是一样的 炸之前 我们用筷子试一下油温 冒泡泡了 就可以了 想放芝麻的 就先放一点芝麻 然后再放姜 这样芝麻就不会飘走 当然芝麻要放生芝麻 熟芝麻就容易炸糊 在武汉 在武汉 很多的早餐点 炸面窝 不一定都放芝麻 放与不放 全凭个人的喜好 搅子从油锅里拿出来 勺子从油锅里拿出来 上浆的速度要快 动作慢 温度低了 就不容易脱模 下来 最后来 再来 我们下到 我们下到 让我们下到 区别的 快乐 我们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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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勺子厚就是厚面窝 关于面窝 它是武汉的特色小吃 我一直以为就是武汉独有 直到前几年的一天早上 我在福建的福州 早上过早 看见一条街 都在砸这种被他们称为油饼的小吃 仔细打听后 发现他们用的米浆 和用的工具和武汉的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黄豆加大米磨成米浆 就是叫法不同 我们叫面窝 它们叫油饼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个视频 我们再见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